我經常覺得我們關愛隊做的事 其實是莫以善小而不為 我們是否需要出少少力去幫這些 真是這麼多年來出過門口的老人家呢 問大家可以跟我們關愛隊 有幫到一些有需要的事 那些準者的要求比較多 可能是關於家居的支援 可不可以幫我們去清潔一下家居 一些高的地方 又或者可能家裡有些電器 會不會都可以找到一些專材工幫到手 就是要防風 我們都會想去關注一些有需要的家庭 不是說你兩個老人家不想扶持就OK 那些年輕人會盡量幫到他們 一些電子相關 來之前的消費券 當時我們關愛隊都出動去幫長者解答 到底第二期的消費券應該怎樣拿呢 我們的隊員其實很多都是在區裡面 在村裡面都服務了很久 都很熟知村裡面的情況 所以對於街坊的訴求和一些要求的幫助 我想都是感同身受的 都知道怎樣去協助幫助他們 都可以促進到大家的互相和建立關係 政府的信息很準確 令到我們的工作更加可以提前做好準備 所以其實在三號風球的時候 我們已經一直跟街坊說回幾點幾點 就是要匯過八號風球 大家做好防風的措施 以及準備好一些生活物資的前期準備工作 都做得相對比較充足的時候 街坊的訴求 當中的訴求就少了一些 主要可能都是颱風帶來的災害 事後呢 約一起去 如果那條路 找樹枝失了 就盡量去清除 讓行人可以客戶 盡量做這件事 那你說去到現在呢 其實還有些樹可能是在 你見到可能在斜坡那裡 那其實我們都將我們有關的訊息 就交了給我們民警署署那邊 同時我們都留意回社區 有沒有一些潛在的隱患 例如我們有些關於隊的成員 都會見到一些招牌 可能都搖搖欲聚 那樣 那我們都會把相關的情況拍下 又是同時送給民警署那邊 他們就派員去處理了 就住南區 叫做街坊轉白的議員 我們今次做一個三歲分流的意見收集 都是我們想了解 究竟市民對於三歲分流的安排 那其實政府都希望可以了解更多 我們市民對於現在這個安排的意見 我們都相信 我想就是 我想我們南區收集到的數據 那其實都是可以有助於政府 那它去調節和調整 它可能對於三歲分流的一些想法和政策 那所以我們南區關亞隊 其實也擔當著一個聲音的 市民聲音收集的一個渠道 我見到一個老人家說去幾天了 一年是不是幾天了 去出局了 那我就覺得 我們是不是需要出少少力去幫這些 真的這麼多年來出過門口的老人家呢 因為如果你南區關亞隊 如果還未成立之前 那你本身是靠一些社區去 會不會找到它出來呢 就是暫時來說 我們就想去找這些 是它之前未認服務過的 或者服務業都未必可能完善到的 那我希望我們會做得到 我經常覺得我們關亞隊做的事 其實是莫以善小而不為 因為我們做的事 不是一些很大的事情 我覺得這種快樂 是我們關亞隊 我們自己都是一種滿足感 其實現在是一個很好的平台 都很契機 在這裡呼籲大家 如果大家有心可以幫到身邊的朋友 其實都是倫理輔助精神 如果大家有時間 都問大家都可以去關亞隊 一起做一些議員的工作 去幫助一些有效力的朋友